手机店那边五六百块钱就想收我这手机 是日龙华准备回收妹妹一台iPhone14 妹妹说她为了好几个手机店 手机店基本上都给四五百块钱 我到底要看看几百块钱的iPhone14能是什么样的 手机店那边就是五六百块钱就想收我这手机 他们说你这手机是咋的呀 就说它删 非说它删在的 显示的还挺好的 它功能都挺正常的的 镜头也是真的 大概六个零 确实像个山寨鸡 还能拍照 拍得还挺清晰的 看刷抖音能不能刷 没有网 我查一下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知道了 你这手机是进了什么老年模式了 谁碰你手机了 就给我弟弟玩了那会儿 他们网上说按三下这个键 然后退出 你这手机确实有点卡 推不出来呀 好了 这就正常了 iPhone14 国行的 128G 电磁 100 你手机没买多久呀 刚买没多久 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这样 然后那手机电 非说它是假的 非说是山寨 外观 没磕碰 你在哪买的 就网上买的 花了多钱 4588 不可能 那你当时为啥不买15 跟15没差价呀 没想那么多 喜欢就买了 兄弟们 手机电多可恶呀 这坑小妹妹呀 这明明是一个正常的iPhone 14非得给500块钱 你想怒赚几千块呀 如果你这台手机要回收的话 按这种高标准 高橙色的话 给你3300 电磁100 行了姐 这么爽快 我以为你要给我刷架呢 三三三卖给我 回收到一台iPhone14 甚至上位之快 二手回收 滴滴我哟